看著小朋友快樂的玩著新設置的蕩鞦韆 議長蔡旺蓮也忍不住開心的在旁邊協助推兩把 重新鋪設過的軟質地墊 更防護了小朋友落地時的安全 讓陪伴的家人開心又安心 其實這樣整個整理過後 對小朋友家長來講會比較放心 比較安全比較放心 然後也比較感覺上也是比較健康一點 因為小孩子現在真的沒地方跑 沒地方去 真的沒地方去 為在七獨百福社區福一街角落 原本老舊的鄰里公園 在實踐里長吳立如和議長蔡旺蓮 聯手爭取500萬元左右經費下 保留原有高大老數散發芬多金遮陽的功用 重新規劃整建整理環境 並且增設共榮式郵具 讓大朋友小朋友在疫情下 能夠有著完善的戶外休閒空間 我們的選民一直在建議 希望說我們能不能把這邊稍微做一個繡散 那我們就一直到中央去申請一些補助款 基隆市政府畢竟財政比較拮据 然後又是我們這個社區公園 它可能因為詮釋性的社區公園太多 那我們就很用心的去為這件事情去努力 那一段時間去年到現在好像是四月份才竣工了 那最近已經對外開放了 那我們把它造就一個算是一個共榮式的一個休閒區 也算是一個公園 當然裡面還有一座比較老舊的兒童溜滑梯 已經列為下一階段繼續爭取經費改善的目標 鄰居們也一直在建議說我們的溜滑梯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用到這種碎石子的 磨石子的那一種的 那那個動作也要好幾百萬 我想說我們會朝這個目標去努力來 跟里長一起我們還會共同 再把它做得盡善盡美 除此之外 議長蔡旺延也和百福里長何孟漢 聯手爭取一百多萬元 在百五階籃球場內 增設磨石子打造的 共榮式新式溜滑梯以及設施 讓原本單一功能的社區籃球場 更多彩多姿多功能化 成為全靈化的公園 從去年就做了 然後不斷地一直去做驗收的工作 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我們把它把關得很嚴謹 那現在有開放了 開放了以後我一發現 平常很多小朋友 家長帶很多小朋友來這邊 雖然不是很大 可是起碼有一個地方很空曠 讓這些小朋友又安全 然後又能達到很舒適的 這種遊樂的這種目的 議長蔡旺蓮特別感謝百福里志工們 多年來協助維護球場 及周邊環境 雖然受疫情影響 球場暫時不開放 不過疫情總會過去 成為重新服務地方 鄉親的好處 在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